我是永福国小书华老师邱文士 永福国小图书馆9月25日 开始与您进行一场广达鱿鱼艺 台展三少年校园巡围展 希望不仅能深耕学校艺术教育推动 并期待透过作品的认识与导览 培养我们对艺术创作欣赏与表达的努力 开拓我们的视野 培养关怀爱本土绘画 让艺术的种子未来能在每个人的心中萌芽 共同贯注我们生长的这片土地 也就是我们的台湾 小朋友 你听过台展三少年吗 对于日志语时期 这个是远又近的年代了解多少呢 这时代具代表性的三位台湾艺术家 林玉山、陈静、郭雪狐 台展有分为东洋画部跟西洋画部 那台展三少年他就是中洋画部 由林玉山、陈静、郭雪狐这三位当时他们都还不满20岁 他们就入选了第一届的台展 因为他们年纪非常的轻 保含着对土地的温柔情怀 写生的观念始终是林玉山创作的源头 与古炊的信念 他不论在艺术成就或封骨上均受众人敬仰 学子遍及各地影响相当深远 陈静为台湾美术发展史上第一位东洋女画家 特有女性的细腻与敏锐 笔下作品除了广为人知 的台湾三十年代摩登侍女图 还包括了自然花卉 风景写生 宗教佛像 1934年 更成为第一位入选日本地展的台籍东洋画家 身为台湾第一代的胶彩画家 郭雪狐勇于创新求变 融合中国传统水墨与东洋画的理念 自创仲彩 淡漠勾勒的技法 并多方观摩西方绘画的表现形式 早期便已将胶彩画的传统风格 带向更宽广 更多元的境界 战争因正统国画论争 胶彩画一度受到排挤 但郭雪狐坚持以胶彩画为创作的主要媒材 乃至证明树立范典 启迪后劲 无疑是台湾胶彩画的先驱与重要的推手 何谓胶彩呢 字面上的意义来看 以胶会彩的画就叫做胶彩画 很多人都以为胶彩画是细画 其实不然 是一种以胶为素材媒介 混合天然矿物的粉末 与水调和后 用画笔在纸圈的一种作画形式 更可以结合不同的素材 表现出许多的可能性 在民国66年 柴油台中资深的胶彩画家 林之助教授 提出了胶彩画的名称 林教授是以素材媒介为分类 比如说以水为媒介的是水彩 以油为媒介的是油画 以蛋为媒介的是淡彩 以胶为媒介的 当然就是可以称作胶彩的 有许多人 对于胶彩画的材料工具 都很陌生 因此文师老师非常有必要 将胶彩画介绍给各位 胶彩画使用的胶 胶质 可由动物 植物 体炼出来 胶彩画使用的颜料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 许多颜料 大部分是向日本购买 有许多人认为 胶彩画起源是日本 这个答案并不正确 因为从近数十年的考古成果 中发现距离现在约六七千年前的彩陶 已经具备了胶彩画的雏形 另有画在岩石上的 岩画 画在砖上的彩绘砖 画在棺木上的彩绘棺 画在墙壁上的如敦煌壁画 还有画在 涓薄上的如西汉薄画等 它们所使用的颜料 正是目前我们胶彩画所使用的颜料 这些颜料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几种 第一种土质颜料 第二种矿物质颜料 第三种植物颜料 第四种动物颜料 以上颜料都是属于天然颜料 即使经过长时间岁月的侵蚀 也不会剥落 胶彩画的制作步骤 步骤一 写生 将感受到的风景或人物 花、鸟等写生描绘下来 写生是特别重要的步骤 步骤二 草图定稿 依据写生稿 构想与创作画面一样大小的草图 画面依作者的理念来设计草图 步骤三 草图转印 用副写纸置置于原稿下面 转写图案出来 再用细毛笔勾勒出轮廓 步骤四 打底色 将水干颜料磨好加入胶即可 开始上色打底 大致做好色调 步骤五 使用矿石颜料一层一层的相叠 或先做出机理效果 再用水干或矿石颜料上色 步骤六 完成作品 最后来欣赏文士老师的胶彩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文明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简短影片介绍什么是教材 相信各位小朋友能够更加了解台湾本土绘画 对自己家乡有更多的情感与认同 谢谢收看